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19年9月4日,星期三 刚刚收到一个消息,刚刚从两个以上的媒体看到林郑月娥撤回了修改条例的法案 香港的股市呢,应声上涨了1000点 1000点啊,马上上涨 其实呢,他这个撤回修改这个法案呢,我一直都是比较建议他撤回的 他用了什么寿终正寝啊,死掉啊,什么这些的词 那些反对派呢,一直都跟他纠缠不清,其实何必呢 林郑月娥也一直说,他死掉了,寿终正寝了 他就是死掉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和撤销是一回事 那既然是一回事,为什么老去揪扯这个字眼呢 对不对,就把它改成撤回,不就完了吗 现在呢,他把这个法案撤回了 我是从苹果呀,还有香港的另外的一个媒体看到的 这个还不能完全确认,但是呢,99%应该是能够确认 香港的股票都上涨了1000点了 那这个事情呢,说到这个股票呢,最怕股票,最在意股票的还是美国 还是川普总统 由这个呢,我就想起来了,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它是说的香港问题 我现在呢,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就说呢,香港的问题呢,从6月初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两个月了 在这两个多月的过程当中呢,像澳大利亚呀,加拿大呀,这些个小丑国家呢 他们也在反复的那个发声,然后作者呢,就认为这些国家都是可怜虫 他们除了在言语上来恶心一下中国以外呢,毫无意义 受伤的呢,只能是他们的国家利益,政治和经济利益 那么香港为什么会闹这么久呢 根本的问题就在于香港的资本家 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呢,它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 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呢,香港的政府力量严重的偏弱 我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 政府呢,有强势政府,有弱势政府 香港政府是弱势政府 它受到各个方面的撤肘 真正控制香港的是香港的大资本家 香港以前的繁荣呢,是依赖转口贸易才发展起来的 所以香港的资本家最想要的就是恢复香港窗口的作用 香港的大资本家都是希望中国再次被世界孤立 请注意,香港的大资本家 他们都希望中国再次被世界孤立 只有那样香港才会再次成为中国和西方的枢纽 再次繁荣起来 这就是香港的大资本家 宁愿自己的利益受损 也迟迟不发生的主要原因 但是,那注定只是一场梦 香港闹了两个多月 已经严重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了 而中国内陆始终不直接干预 更不可能允诺给与那些大资本家想要的东西 两个多月让香港的大资本家损失惨重 再闹下去恐怕不仅仅是经济损失的问题了 香港问题本质上是香港的独派 大汉奸大资本家和西方相互勾结而产生的 只不过大资本家没有从幕后走向前台而已 如果没有香港大资本家的支持和默认 事情闹不到这么大 因为香港的各行各业 全部都被那些大资本家所垄断 资本家的可恶之处就在于 不仅仅为了追求利益剥削劳动人民 还想干涉政治 要挟政府 在中美贸易战的开始阶段 中国网络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汉奸 甚至很多还是一些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 企业家和教育学家 是他们想当汉奸吗 我想不全是 更多的是一些人的利益 已经和美国深度捆绑在一起了 所以他们才会发出投降论 想要利用民意来逼迫中国政府退步 维护他们的利益 无数的历史证明 任何一个为了个人利益 而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 最终都将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都会受到惩罚 不管怎么说 香港这出戏该落幕了 另外的一场博弈开始了 8月23日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5078个税务 约750亿美元的商品 加成10%5%不等的关税 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12时01分 12月15日12时01分起实施 同时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决定 自2019年12月15日12时01分起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级零部件 上充当了极不光彩角色的一个报复 事实上 首先介入香港问题的并不是特朗普 而是特朗普的死敌 民主党领袖 众议院院长佩罗西 后来特朗普的共和党也参与了进来 至于特朗普 我认为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并没有支持 但也没有反对 这个从两点上可以看出来 第一香港的汉奸除了和特朗普的死敌佩罗西 见面以外 还和美国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蓬佩奥见面了 彭斯和蓬佩奥是特朗普的铁杆家心腹 他们参与香港事务 不可能不告诉特朗普 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既然知道了 特朗普没有在第一时间攻击中国 甚至帮中国说了好话 这就说明特朗普不看好这种做法 所以他没有支持 虽然没有支持 但是他也没有反对 因为彭斯和蓬佩奥一直在香港问题上 在指手画脚 第二 特朗普知道香港问题不可能对中国内陆 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总得试试 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 让中国在贸易战上让步呢 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分了两步走 第一步向中国示好 8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草坪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 香港出现的骚乱和暴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特朗普还表示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 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会自行处理这个问题 不需要建议 他用的是骚乱暴乱这一词 这虽然不能说明特朗普在这个上面是支持中国的 但是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至少打击了香港的暴徒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会对特朗普有一点点好感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只不过是特朗普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中国的好感 想要中国在贸易战给予他一点支持 我相信只要中国稍微透露一点口风 那么彭斯和蓬佩奥就会立刻从香港问题上撤退 面对记者的多次提问 美国会不会想用香港作为中美贸易争端的筹码 碍于政治正确 括号干涉主权 美国政府一直闪烁其词 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想要中国主动提出在贸易争端中让步 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中国也不怕香港混乱 所以中国内陆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向其他任何国家或势力让步 特朗普迟迟看不到中国去找美国的商讨的希望 更没有得到中国的回报 于是特朗普只能公开了 第二步就是向中国施压 8月19日特朗普终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说我想看到香港问题 以非常人道的方式得到解决 如果中方使用暴力 那将会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磋商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香港问题是贸易战的一部分 当然了也有人说是美国发动的金融战 如果是金融战 我早就在第一时间写了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香港没有那么重要 虽然香港是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中心 但是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还很低 即使捣乱香港也根本不足以撼动人民币 外资虽然可以通过港股通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中国股市一直都处于低位 这个时候让从中国股市撤离 那么就是自己找死 不仅仅资金量不足以对大陆股市形成冲击 而且只会便宜中国 因为他们是高价进去亏本出去 再说香港的那点外国资本 对中国庞大的外汇储蓄来说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而内陆是有外汇管制的 第二时机不对 如果是金融战 那么也不该在美联储降息的期间发动 而是应该在加息周期内发动 金融战早已经结束 事实上并没有太多人把香港问题往金融战上想 包括官媒 因为根本就不是金融战 美国参与香港问题是贸易战的延伸 而不是金融战 英国美国虽然能在香港问题上做点小动作 但是那个只不过是浪费钱而已 香港的问题根本在于香港的资本家 香港资本家控制着香港的一切 只要他们发话 任何参与非法示威和暴动的人全部开除 那么香港立刻就会稳定下来 香港资本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内陆 也不怕香港继续乱下去 如果真的失控了 那么就直接一国一制了 那些资本家只会更惨 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 香港的资本家宁愿自己损失点 也想要通过施压内陆 想要得到更多的承诺 获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在他们看到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 为了避免更多的损失 所以都出来反对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8月15日 中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布了一则消息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对约3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加征10%官税国务院官税税责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共识 背离了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知道反击来临了 在中国的反击下 两年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倒挂 美股再次暴跌 以前我们和大家说过 在中国普通人的财富都在地产商的手里面 在美国普通人的财富都在股市里 所以中国的楼市不能大跌 美国的股市不能大跌 这都是关系国本的大事 所以我们反击的最佳手段就是打击美国的股市 美国没有中低端制造 高端制造和金融业又不可能荣大那么多人 所以大部分美国人只能投资股市 只有指望股市上涨才能抵消生活上的窘迫 打击美国股市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抛售美债 目前中国持有一万多亿美债 只要我们抛售的力度稍微大一点 就能大幅减少美国国内美元的数量 让美国经济变差 从而带动美国股市下降 第二对美国进行贸易反制 美国的中低端制造早已全军覆没 剩下的只有能源高端制造和农业 我们只要对这两个方面进行猛烈攻击 减少从美国进口 那么必然会导致美股下跌 昨天带动美股大跌的就是能源设备与服务 专营零售汽车零配件半导体产品与设备等 尤其是汽车领域出现了全面的下跌 后续还有不可靠实体清单 一旦中国公布美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 那么那些参与对中国企业打压的美国的跨国企业 将会被全面挤出中国市场 这会让他们的股价严重暴跌 这个才是大杀器之一 因为涉及到众多的美国高科技企业 第三汇率战 只要我们调整汇率 那么不仅仅能抵消部分美国关税影响 增强中国出口 同时能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这就是为什么上次人民币对美元突破期 美股暴跌的主要原因 如果美国的股市暴跌甚至崩盘 那么特朗普想要连任就会非常的困难 股市财富严重缩水 贸易战又让美国人民花费更多的钱 购买必须的商品 这是双重打击 现在特朗普始终不承认美国股市下跌 是因为贸易战导致一直把罪怪到美联储降息幅度过低上 其目的就是想要转移矛盾 让美国人民将怒火发泄到美联储 即控制美联储的华尔街资本家的身上 但是中国会让美国人民明白的 只要中国每次反制 美股都大跌 美国人民自然会明白 对于这场战争 我一直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我们有众多的手段 相反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办法 除了威胁加征关税提高税率 美国还有什么手段呢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史诗级的经济大战 在这场大战中 政治经济甚至不排除后续会有军事上的博弈 攻守双方的针锋相对也异常的精彩 只要我们能挺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那么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的崛起 这就是这一篇文章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